第十六章 心血 这不是因为搭到厚密的原因 竟看着有些厚重的感觉 防墙色是极淡的土灰 门上却涂着红浆果汁混树叶的漆 再加上屋前绿油油的草 蓝色的怨炸 整体显得格外鲜艳 屋内的陈设倒是寻常 宁缺那双被田园风光未饱的眼睛 终于可以暂时休息 农夫热情地照顾他坐下 即使说自己的老婆孩子去后山的林子里去摘什么野果 然后端出了妻子给他准备好的谈不上丰盛的菜肴 又在井前去洗了瓜果和一把石心的野书 把酱碗和酒壶往桌上一搁 宁缺也毫不客气 就着蘸酱菜和一碗猪蹄便喝起酒来 他本就是个好酒之人 酒量却是很糟糕 想着稍后还要赶路 喝了两碗便把酒碗递给了桑桑 桑桑越喝 眼睛越亮 农家自酿的包谷酒 不可能比酒浆双蒸更烈更美 但只要是酒便能令他欢喜 农夫看着这个身穿侍女服的小姑娘 居然如此善隐 顿时梦会吹脚连迎当年 兴奋地与桑桑拼起酒来 能够在酒道之上战胜桑的人 以前没有出现过 以后也永远不可能出现 宁缺不行 龙庆不行 农夫自然也不行 没有过多长时间 他有黑的脸颊便变得一片通红 言谈间酒气渐重 口齿也变得有些不轻了 便在这时 小院外传来了脚步声 然后是急促的扣门声和催促声 宁缺早就听到了动静 想着从来只有画本小说里的钦差大臣 才会随便吃顿饭便遇着什么不长眼的歹人 难道今天的自己也有了这等待遇 他并不知道 朝小树在大和国的乡下便遇到过闯门 也没有想明白 他添书处客卿假暗示为荣誉总管 再加上夫子亲传弟子的身份 那身份其实远远高于所谓的钦差 只是总觉得这件事情来的有些太没有道理 便没有动 也轮不着他动 农夫听着院外传来的声音 打着酒格就站了起来 事宜宁缺坐着 自己推门而出 便开始与那些扣门的人吵架 出宫我什么没出 去年冬天修水库 谁不知道我杨二席出力最多 乡里修宫学 我也乐意 问题是这七千没道理让我垫着 我是杨二席 谁说让你垫着了 谁说让你垫了 你只不过是找借口 就是想多挣几辆银子 我告诉你 这可是县衙订的价钱 我呸 咱香的工学 那比别的香的可大一倍 那得多多少七千 县衙订的价钱不对 难道也要让我赔这本做 你真是 真是放肆到了极点 你不要想着 仗着你是退伍的老兵 以为我就不敢收拾你 仔细我告到县衙去 让县老爷来整治你 我去县工学解律老师先生那里问过 唐律里面便没有这条 我是退伍老兵 本来就可以减办公 我的钱给的不够 你就别向我动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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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你奶奶的 我草你祖奶奶的 你 你居然敢 敢对太祖不敬 我要去长安城里告愚状 一阵争吵 混着无数的脏话 晦语 终究还是无聊的结束 院诈外那名愤怒到极点的李正 不知骂了杨二席多少倍的祖宗 却始终没能闯门进来 杨二席骂骂咧咧回了屋 对着宁确和桑桑挥手说道 哎 莫要理那些阿杂事 咱仨继续喝 错了 是我和这小丫头继续喝 听着这番争吵 宁确大概能猜到冲突的缘由为何 又随意多问了两句 杨二席解释道 既然是木义 银钱至少得给够 不然我才懒得去 我自家的猪圈还没刷完呢 啊 你也不用替我担心 工学里的锦绿老师把那条糖绿给我找了出来 我占着李呢 别说是李正 就是县太爷来了 也没办法说我什么 你就不怕 李正来因的 如果真得罪了县衙 官府随便找个罪名 可能把你整治的不善啊 杨二席酒饮的有些高了 听着这话大笑起来 转身在香柜里掏出一把保养的极好的黄羊木工 拍打着后世的胸膛 骄傲的说道 哈哈哈哈 有啥好怕的 谁没有当过几年兵 真把我逼急了 难道我不会动手 宁确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遇着什么真的不平 自然也没有发生惩治黑心官员 继而牵连他身后背井靠山 最终在京城里掀起一场狂风暴雨 演变成一场政治战争的可能 喝酒用饭七分饱后 宁确便向杨二席告辞 杨二席是个直爽人 酒一满足不再刻意留客 帮他把水囊灌满 又给了两个香瓜 便相互告别 黑色马车继续南下 伴着越来越斜的日头 行走在安静的道路上 行走在如画的田园乡村镇间 一路可见野花 多见青涩的稻田 宁确坐在窗盘 看着大唐南方肥沃的原野 想着先前在农夫里听到 见到的画面 又想着此生大概没有机会 再与那名农夫相见 不由生出一些感慨 然后想明白了为什么书院和大师兄都会对唐绿如此重视 都说西陵是天赐之国 其实我大唐才真是天赐之国 南方田野肥沃 风调雨顺 少有灾害 再往南去又有群山为先天的战略屏障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有书院 有唐绿 还有真把唐绿当回事的陛下和官员 而且那名农夫 甚至那个李正都能生活得如此认真 我大唐肯定有贪官污吏 有像我一样道德败坏的家伙 但只要绝大多数人都在这样认真的生活 那么这片肥沃的原野 便等于一直在被不间断地灌溉心血 必将一直肥沃下去 啊 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那你想说些什么呢 我想说的是 嗯 我忽然产生了一种 想替这个国家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冲动 你知道的 我向来很恐惧这种莫名其妙的热血感 因为这种热血感很容易让人死得太快 所以我很佩服当年建国式的那些前嫌啊 西陵深山 只手贯策 也有一大片平缓的草垫 只不过这里的草垫和唐国南方的那些草垫不同 上面没有葡萄架 也没有粉刷成各种鲜艳颜色的民宅 只有连高低都不完全一致的青草 以及那座威严的导垫 道殿后方的炼药房里 这些天一直在不停地挥散着淡淡的药箱 那个古朴的药顶始终搁在炉火上 龙庆每天依旧要去洞窟里服侍那些古怪的老道士 却把剩余的时间全部投放在了炼药这件事情上 龙庆的炼药之法来自天书沙字卷 自然不会有任何问题 但炼了数日顶里泄出来的药香越来越浓 却依然没有成功 沙字卷上记载的修行功法和炼药之法 包罗万象 无所不有 并不局限于道门 坐地丹也不是道门的圣药 而是佛宗的心血药 龙庆清楚 坐地丹珍惜罕见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因为佛宗大师们真的心若止水 对修行没有任何企图之心 而是因为这位坐地丹所需要的原材料已经枯竭 而且这位所谓的心血药居然真的需要心血 他炼的这炉坐地丹一直未能出顶 等待的也是那位心血 佛宗圣药需要的心血自然不可能是诛心狗心 更不可能是狼心 而是心静真正的平静 气息真正的精纯 甘愿殉道的苦行僧的心头之血 如此心血自然是世间难寻 尤其是对于讲究慈悲戒杀的佛宗而言 哪里肯用门下弟子的生命来炼药 而苦行僧修行道甘愿殉道的境界 却必然心若止水 又怎么可能为了担要这种身外法门 行如此血腥的手段 因为这些原因 这种虽然不计通天丸 但亦非常神奇的丹药 竟是从来没有在佛门里真正的出现过 便是传说中的玄空寺也没有 反倒是当年魔宗世圣时 曾经生情过两位越伦国的高僧 炼了两顶 随着时间流逝 魔宗凋零 那两顶坐地丹早已要尽顶空 如果龙庆炼成这顶丹药 那真将会给修行界带来极大的震动 只是心境平和气息精纯的苦行僧 到哪里去寻找呢 龙庆如今的修为境界如此的差劲 就算找到又如何能够杀死那些僧人 取其心血呢 昏暗的房间内 药顶缓缓地喷涂着带着药箱的雾气 只有几缕飘到他的脸前 龙庆的脸在雾气中若隐若现 灰暗的眼瞳里出现了一抹极淡又极复杂的笑容 似在自嘲又似在嘲讽世间那些不幸的人们 他伸手摘下胸前那朵黑色的桃花 然后缓缓脱下身上的旧道袍 平静而一丝不苟地叠放在蒲团旁的地面上 赤裸身躯的肌肤异常的苍白 就如同风化前那一刻的玉石 胸口处有一道拳头大小的洞 那个洞贯穿了身体 隐约可以看见被挤压石化的内脏创臂 斑驳污造色彩恶心 看上去恐怖到了极点 这是在荒原雪崖之上 他被宁缺用原石三剑射出来的洞 谁也不知道受了这么重的伤 龙庆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剑洞里隐隐可以看到白色的骨头和蠕动的内脏 在偏左方的深处 还能看到一颗血红色的心脏正在缓缓地跳动 龙庆走到药顶前 用极强的意志力让自己的手不再颤抖 然后他握着一柄小刀 刻进胸口那个剑洞里 用刀锋轻轻划破心脏的表面 一滴鲜血在内处缓缓渗出 一股难以承受的极致痛苦从他的心开始发端 穿越最短的距离进入到心底深处 龙庆的脸色骤然变得苍白无比 仿佛流光了所有的血 他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才没有让自己发出绝望的嚎叫 五官却是痛苦的扭曲变形起来 如同夜色里的鬼脸一般恐怖 片刻后 那滴鲜血 离开刀锋 坠入蒸腾着白雾的药顶里 顿时药顶里沸腾如海 翻滚如怒 药香皱脸 只剩下浓浓的血腥味